没有的事 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那是梦想 三 当然也不会是他们 我想这是老爷子的一见三雕之计 一 则敲山镇虎 二 则投石问路 三 则弄假成真也 说人话 好 说人话 这个 就是说 这是老爷子故意放出风来 让你们当好人 你们就不好再反对了 他就名正言顺地把荷花给取回家了 咱爸真是 你说怎么办呢 这反正不能由着他性子来呀 大姐 你去跟咱爸说说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别老是去赶念时髦 这将来都是咱们的麻烦 你姐又不会说个整话 东一朗朵西一棒的 抓不住主题 她去了只能是适得其反 我怎么就不能说个话了 就你呢 反正我觉得 这事啊 咱不能眼看着 让她把老太太弄回家 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要是老太太真进了那门 说不定还过得不错 大萍 你别不管 你想想折呀 没有啊 你 你想想折行不行啊 这 你说你都没折了 我能有什么折呀 二萍 你整天跟咱们爸住在一块 你说说他呗 不 我 不是正是因为跟他住在一块 所以才不好说呀 你看你们 都做好人 那我也不管了 不是 大姐 大姐 我跟你说 你是家里老大 对 家里的事 我们都听你的 少给我戴高帽子啊 依我看啊 你姐去也是白去 除了挨顿骂 没有别的其他的切 那您说怎么办呀 你这么聪明 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我聪明什么呀 有姐夫在 谁敢说聪明啊 你别忽悠姐夫了 别拽了 有啥你就说吧 依我看啊 只有一个办法 福底抽薪 这才我懂 怎么会抽法 让大萍以家中长子的身份 带着二萍和三儿 一起去找合花 态度非常诚恳地和他谈 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告诉他 这事成不了 只要让他死了心 他就进不了家门 去这儿 领不成了 那我觉得还是大姐大哥 你们去比较合适 不是 那个 姐夫 方针政策包括策略都是对的 但是您在这家也这么多年了 是吧 姐 情况你都了解啊 咱妈死得早 自从咱妈走了之后 好多事都是大姐 说了算 是吧 姐 大萍 我不是说你 一让你干什么你就有的说的 不是 你别急啊 你不在后边撑着 我心里确实没底 别跟我来这套了啊 这事就这么着了 咱俩去 羊群里的骆驼 就嫌你能了 你管我 都像你啊 遇到事就像缩驼的乌龟似的 像个男人吗 你懂什么呀 这叫 丈夫之志可大可小 君子之身可屈可身也 我怕这一辈子 我就看你屈了 从来没看你身过 孟大萍看着赵宽生煞有介事的样子 觉得他和孟婷真是天生的一对 他们有滋有味的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而且满怀豪情 相比之下 自己就缺少这种耐心 杰三公司的事 已让他心力交瘁了 可仁慈的父亲 还要出其不意的整出点事来 让他应接不暇 是邱娟来的吗 孟子回来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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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实在是对不住了 本来还想给公司拉一笔大活的 你呀想的太多 其实这个事我有心里准备 干公司哪有不冒风险的呀 你别往心里去啊 是啊 那不那个邱娟啊 把家里的钱拿来了 说是要还我们 这怎么行呢 你把我们两口子当成什么人了 不管什么人 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你们都那么信任我 虽然说公司要解散了 但是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不行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我是公司总经理是吧 除了是我负责任 再说公司也 你知道了是吧 是 我都告诉他了 我还跟他说 等以后北京加盟店的事做出来了 还请他回来呢 是不是邱娟 对对对对 愿意就回来 谁愿意啊 你们俩啊 我当然愿意了 我还得看着你呢 我还得看着你呢 看着我干什么呀 这怎么了这是 她大姐 对 何花婶子 您挺好的吧 挺好的 不是 靠着坐 不用坐 不用坐 何花婶子 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您和我爸的事 我们都知道您跟我爸挺合得来的 对 可我爸那个人吧 他脾气特别的古怪 我们担心您跟他相处不好 对 让我们惹出麻烦呢 挺不合适的 是 所以我们兄弟几个都挺不赞成的 是不大萍 对对对 不赞成是吧 嗯 所以呢 我们这次来就想 那个 就想跟您说什么呢 您跟我爸就别再互相往来了 你们兄弟俩给您鞠个弓吧 一鞠个弓 别别别别 二鞠个弓 你们干啥呀这是干啥呢 行了 你们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就不说啥了 你们呢 把那心放得宽宽的 我何花是个有骨气的人 看得出来 我呀 不会为难你们 太谢谢您了 不是 何花沈子 我们有些事 我给你们提前告诉你 也是为您好 我怕人脾气不好 有时候在家轮起来 对对对 他就那 我爸这人吧 他那个他那个 您可千万别说我们俩来了 不说不说 千万不能说 对对 您放心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说 那我们就走了 我们走了 别别别 把这儿拿走 不是沈子 真损失补 很失补 不是不是 闪的行 就这样子 拿拿走 看我决烫手 大萍啊 这就对了 老人的事啊 要由着他 是 孝顺孝顺嘛 是不是 就是啊 你顺了 不也就消了 是不是 哎呀 你们小美俩这个举动 得人心 顺民意啊 解放分林 都夸你们 你们就应该遭到这个电视啊 报纸的表扬 你老说得对 我爸岁大了 既然有这个心愿 我们就顺着他 高兴就完了呗 好 你爸这一辈子 没白养活你吗 去 行 胖手我走了啊 好 来 来 来 搬拖了 好 咱姐呢 我给她送回去了 再说她那个嘴受不了 好 一块儿来咱爸提心 好 走 哎呀 爸 晚辈妹 要有你这种学习精神 那老孟姐不得了 没出去转转啊 没有啊 那个 中城的房子 怎么样了 那 妥了 住公司呗 那 那哪是在老许童那儿买的呀 是啊 老许童没跟你说什么吗 他 他能跟我说什么 没说什么呀 那啥 你来没有别的事儿吗 没有啊 就是过来陪陪您 没有什么要说的呀 我能说话说 你没什么要说的 那就我说吧 什么事儿 我有一个事儿 想跟你说一下 我 经过 慎重全面的考虑 我决定 把荷花 再接回来 好啊 爸 只要您心里舒服 你怎么做我们都支持 你这就对了嘛 这就叫孝顺 那好 那就把这个决定 你就通报你大姐她们一下吧 爸 爸 这么重大的决定 您亲自发布 你说 不更想她有群众基础吗 群众基础 毕童 臭了 孩子们都通了 明天就过去吧 老子 我不想过去 我现在不想过去 你别 不都说好了吗 这孩子通了 你干啥啥 明天就过去 那我再好好想想 哎呀 还有啥想的呀 咱们都说好了吗 行 是不是那个王二肉 又跟你说啥了 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那也不得了 过去吧 我不想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不说 你别逼我说 我不想说 不是你不说 我今儿就不走了 我就住在这儿 有啥呀你还是 你问你儿子 问你归你去吧 那个东西是他们拿来的 他们来了 都跟你说啥了 还能说啥呀 你你你你你你 你瞅你们这三个玩意儿啊 说一套做一套 羊一套 咽一套 嘴里一套 兜里一套 何解我来套你爹 叫的我不知道 你们 爸 你说我们哪敢套您呢 其实事情已经这样了 只要你高兴 就接回来呗 不过有个条件啊 您看这样行不行 何花婶子呢 你们毕竟没在一起过过 真要想在一起过日子 那你们俩能不能适应 还真说不好 不如现在像年轻人一样 试婚 在一起试一段时间 挺好的 再去领证也不迟 免得以后有麻烦吧 屁话 我都土埋半截的人 让我去试婚 你以为这是买东西呢 管就管换哪 不 爸 现在好多老年人 都这样不丢人 什么不丢人 我一辈子堂堂正正 躺站了一班狗 我不干这丢人的事 爸 其实啊 我们也这是为您考虑 你知道 也是为人家考虑 这双方都考虑到 屁话 什么为我考虑 为人家考虑 你们通通是为你们自个儿考虑 怎么着 你们 你们 居然你们没念多少书 这也都认字 给我念 念 交通最近了 什么 念这行 黄火炼应理直气壮 依法维权 你呢 乌猫大厦 哪儿呢乌猫 黄火炼 叫什么 压住点 你你念 爸我我哥我姐都念过了 我不用念了 我让你念你就念 念念念念念念 念念念 黄火炼应理直气壮 行吧 念出理直气壮就算行 我跟你们说啊 我跟你们就是 吐仔斗争 绝对不是再高的问题 是一场尖锐复杂 又复杂的斗争 我就要 你笑什么你们 笑什么笑笑笑 我告诉你们 这白嘴黑字可不是我印的 我就要以这个为武器 你和你们几个坚决斗争到底 不获全胜 我不罢优 你敢说的 爸不是 你爸 你这个 搞得怎么跟真事似的 你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了 你们俩放心吧 我已经跟你爸说了 我不会上你们家去的 何花神子 我吼起来不是那个意思 上次我们是不好意思 这次呢 就是吧 这个意思 就是向您赔个不是 对 你们哪有错 错都是我的 谁让我是农村人呢 高攀不上你们 不是不是 何花神子 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妈就是怕您不适应 对对 我们都商量好了 对 您看 那何花神子人多好啊 是是 跟咱爸有般配 对对 我们就想啊 意思是 让你们先适应适应 万一 万一 适应了一段时间 哎 俩好和一好了 对对 万一我爸那个脾气 您 受不了 那 那就那就 那就那就 那不用说那就 不可能不可能 地方人又不合适 您就 好喝好散 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这样对您也好啊 嗯 你们都商量好了 对 对 适应适应 对对对 何花神子 现在我们城里啊 我姐说了 让我告诉您 就是可流行了 就这个 真的 那 那能行吗 行 行行行行行 何花神子太行了 我爸呀 多少有点 顾虑 我们两个就想通过您 他这是想不开 我没有明白 您 您帮助我们来 您就说 您就说服他就行了 一句话的事 那 那行 谢谢您了 这个公斤 这个公斤 咱又去公斤 您真好 您真真好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就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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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不坐 我就别让别人送 吃饭吧 一马一家人说两娘 慢走 冷呀 你在哪儿干的草 找得我也好心吗 我的天啊 你怎么哼着小曲子 就跑来了呢 既然孩子们都同意了 咱还躲躲藏藏干啥呀 大萍梦婷那天找我了 大萍和梦婷找你去了 他们跟你咋说的啊 他说呀 让咱俩呀 先相互的合适合适 合适一段再说 再办证 我搅着这事挺好 没问题 你没问题 我有问题 那我老孟成什么人了 先合适合适 然后再办证 那叫啥呀 那叫 那叫非法同居吗 那不是吗 谁跟你非法同居啊 那你不是 你想得到挺美 我还得要我名声呢 那 那 那怎么个合适法啊 你脑瓜子咱那木呢 那不会 白天我在你这儿 晚上回闺女那儿住去 人正不怕影邪 脚正不怕邪歪 谁能说出啥呀 你白天在这儿 晚上上闺女那儿去 那你不成敢的上班下班了吗 那你太苦了吗 不行不行 你太苦了 既然他们都同意了 明天咱就去领证去 那咱谁还敢说啥呢 你个老梦头啊你 你 你咋戴一木头眼镜呢 就看这么远 你也不为我想象 往后我咋在这家待呀 既然孩子们都同意了 人家就这点要求 这算啥呀 咱 咱先合适一段 合适一段 这姚再说嘛 这姚日子长着呢 贺华啊 你太好了 贺华啊 你太好了 来 你看 一大清早起了 新摘的 水灵热热啊 发这么急多沉呢 你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 心心热热这么长时间了啊 把我这大没人给忘了 是不是啊 光无聊 请客 请客 忘了谁也光无聊你 姐姐 我就说请你之外 那这人一说请客 那干脆咱们今天中午就请吧 好啊 我帮你这么张张 好 行 今天你爸张张张 请请请 等我告诉你这儿 盘子 中午别做饭了 我要请客 什么 什么什么 大爷 你要请客啊 哎呦 哎 大爷 你太不讲义气了啊 你早说呀 你早说的话 我们拖腿晚上就不吃饭了 我们得空肚子呀 哈哈哈哈 牛卷你伸出个马嘴了啊 一听说诗你就来劲儿 哈哈哈哈 大爷请客喽 千载难逢百天不遇喽 好好好 盘子 你又贫上了是吧 快去买早点去 去什么早点呀 你傻不傻呀 大爷今天请客 你会不会过日子你 喂喂啥 你你你你 你也告诉那个老东西去吧 中午早点关板 过来喝酒啊 行行行 我现在就去 咱是不是把孩子们也叫回来 不用吧 一个请邻居们吃饭 参加不参加能咋的 再说 那个蓝梅和三不上班 是吗 二瓶代表就行了呗 那合适吗 没啥不合适的 没事没事 那那那我去坐去 行 好嘞 二瓶啊 来 买熟食 买啤酒 中午 中午我请客 您您请客 对对 姐啊 是我 那老太太来了 咱爸 咱爸给美了呀 说要请客 没有没有没有 没说要请你们 行 我得跟你说一下 好 好嘞 再见 咱爸也太不像话了 你说请客也不叫咱们去 你说这什么意思呢 你还在乎他那一顿饭呢 不叫就不叫吧 不是一顿饭的问题 邻居怎么看咱们呀 知道了是没通知 不知道了 以为咱们故意不去呢 这不给咱们难堪吗 姐 我发现你现在脾气 越来越像咱爸了 你太绝了 你管他呢 说实话 他请我去我还不一定去呢 可是他要不通知我 我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 你知道吗 不是 我就没明白 你是什么心理呀 你这都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心里不好受 你还看不出来啊 咱爸爸这使了一技 他要告诉邻居们 何花婶子是正当啊 正当防卫啊 你看吧 以后有好戏看的 姐 姐 我也想了咱爸岁数大了 只要高兴就就认了吧 要不咱们叫三儿梦想 一起去呗 看咱爸什么反应 我不去我这儿这么多事 这么多这么多事呢 你 怎么多事啊 这人都走了 这公司不要散了吗 以后怎么办呢 想和北京一家名牌的公司联盟 那这儿留着给忠诚结婚呢 我和玉卢是这么小的 谁让人忠诚怎么小的 你还别说啊 玉卢最近表现挺好的 像个妈样啊 那你一下还看不上人呢 行了行了行了 以后我不叫他小老婆行了吧 你看这个嘴 你看这个嘴 说咱爸说咱爸说咱爸 要说我了真是的 那儿去不去啊 不去听我的我不去 你看看我白来啦 我发现和你聊天挺逗的 你一会一会儿 你太逗了不去不去不去 你你不是个老大钟儿妈 闹死你 你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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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呗 你说 你说 这俩人 谁说说呀 什么我家 就咱俩的家 这个 我跟荷花能走到这一步啊 得说是多亏儿女孝顺她 儿女要是不孝顺 荷花也不能走进我家门 对对 当然也得感谢你这个老红梅啊 走 那不 对啊 哎呀你 走的也别骂一下 我跟荷花啊早就说过 所以准备招待左流是吃一顿饭 所以我今天预备了点饱酒蔬菜 这个菜我跟你说呀 这个青椒茄子黄瓜辣椒 那都是荷花带来的 没上换肥的绿色蔬菜呀 看得吃好喝好啊 好喝好 好来来 我给你倒着 来来来 等一等啊 酒先先便宜 别倒啊 你这老东西又有什么说到你 我看啊 这顿饭 咱们得吃出个名当来 好 啥名当啊 就算 这老东西 和人家和荷花 定亲的饭 别亲了 我太行 别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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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我 大爷 一会儿啊 您给我喝花婶子 得来个交杯酒啊 我今天想往你脑子上浇一杯酒 我还舍不得你 太大酒了 到酒了 到酒了啊 大美人 他不会喝 这酒也得喝的 您是大美人 您是高兴 大美人 真是 真好 好人哪 姐姐姐 来 咱爸可是得寸进尺啊 那今天请客吃饭 我看他分明就是当众宣布 这事铁板钉钉了 说不定过两天把证力一灵 这就过一块了 这哪叫什么事啊这个 老爷子这是大造舆论啊 大平 我让你去你就不去 不是姐 你怎么又怪上我了 你 咱去有什么用啊 咱 起码知道他狐狸装的什么药啊 姐 你真逗 那病都好了 你这狐狸的药你弄明白 管用吗 没那么容易 再往前溜达溜达 你看这么多人 遇见熟人了我 都扫的药 扫什么呀 光明正大的事 有什么还扫你这么大孙子呢 你看你真逗 那你说要让人看你 在背后扔指指点点 你是多不好啊 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指点去呗 再说了 你知道人家指点是什么意思啊 还背不着说 嘿你看人家这俩人多幸福 嘿嘿嘿嘿嘿 你这个老孟 有时候办事跟那小伙子似的 太愣 愣点好 愣点比巴当压不成屁来强 嘿嘿嘿嘿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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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不用 他又做好人好事呢这是 我这人呢就这毛病 总爱做好人好事 那等你媳妇回来我告诉他呗 那好好保养保养你 不不不不不 这点小事啊 就不用像组织汇报了啊 过了末班车这点儿了 那咋办呢 没车了呗 那我打个车回去吧 打车得不少钱啊 那该款也得花呀 那行 结车吧 哎师傅啊 上西柳林村要多少钱呢 郊区啊 那你再打回这车钱给他吧 八十个 五十不行吗 行 看个手 快 哎呀 这崽子 你看一看 快快快快去 快起来来来来 哎呀 慢点 哎呀 哎呀 那你看这怎么弄的 咋整还把脚摆的你看 厉害不厉害 哎呀 啊 要上院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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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孩子们打个电话 哎呀 别惊动他们了 哎你别慌我了 你给打个车回家吧 那你说你都这样了 我咋走啊 那你 要不然我把你送回去 我在我表姐那忍一下 我算了 你表姐妹在家 就你表姐夫隔人在家 你去了能方便吗 也是 你说 那你咋办呢 你说这 还是上我呢 对吧 上我哪去 我让左邻右手看见 人家多像我呀 不会学古的进村悄悄的吗 哎呀 走吧 那行吗 那你走得了吗 能走 走吧 我扶着你啊 好 好 我不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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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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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